刚刚咱们大体了解一下网络的一大目的是干什么 那么接下来呢 咱就开始进入到慢慢的核心点了 我想要和你通信 同学们 我怎么才能保证我的数据到你而不到同桌那去 当然说 用FQ不就到了我这 不就不到我同桌呢 到了我这来了吗 请问 咱们在通信的时候是不是经常用FQ呀 为什么我打开FQ之后 我九个例子 为什么我打开FQ之后 你看咱们班了 很多人 对吧 都在这 你看啊 比方说make more time 比方说这个 这位同学 Time嘛 我想给他发东西 直白来讲 我双击 然后我发一个 哈哈 对吧 这个数据 百分之百就过去了 请问咱们那个同学肯定能输到 是吧 你要不给我回一个 配合一下 对 回的语言要注意 别 什么都可以 但是 你还知道 真的回个呵呵呢 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特点 是不是现在我们俩是不是可以通信了吧 为什么我发的数据只给咱们这个同学发过去了 别人都受不到 为什么 这就抛出来这个新的支点 大家想想啊 咱们大家都是电脑 你是联想的 你是华硕的 你是戴耳的 你是ThinkPad的 你是什么IBM的 你是外星人的 都可以 为什么我的数据 跑到了我某一个同学那边去 而不会跑到你那去 大家想想啊 他一定有个东西 是不是来标记 这个数据 是不是给谁的吧 老板 有你的一封信 哦 知道这封信是老板的 张三 有你的一封信 请问这是不是给张三呢 那么也就是说 在网络当中 我为了保证这个数据 是给谁的 我是不是应该在 这个数据的前面 是不是应该标记下 这个数据 是不是给谁的吧 同学 那么所谓的网络 你怎么把网络 在你脑海里边 闪上成一个场景呢 写信 请问同学 写信 你给你媳妇写过信吗 当然今天都不用信了 是吧 那么大家设想一个 比方说写一个 写个纸条呀 写个写封情书呀 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应该上面 是不往往写上 书件人的信息 是不是谁了 那么 随便要理解 我写了一封信 要给我的某一个省里边 某个大学里边 某一个系里边 某一个年纪里边 我那个同学 我想给他 上面的写上 书件地址 他家是哪 他这个学校在哪 什么什么省 什么什么市 什么什么下的 什么什么大学 请问 是个道理了吧 同理 我想给你点到的意思 随便听了 这是核心点 为什么我发的数据 没有到你那 而是到了咱们这个同学那去 核心点在于 有个东西来标记了 我发的 哈哈 是给谁的 而不是给你的是给他的 那么我怎么标记的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特点 我把这个东西 咱们拉得快点 在这里边 我问大家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 还有一个同学 也叫make more time 行不行 可以吧 我这个同学的图标是这个 我可不可以也是这个图标 我可不可以也是这个头像 可以 说的更直白点 讲 比如说 我呢 再来一个 我想和咱们这个同学呢 是一模一样的 比方说也是这个头像 也是这个名字 也是这样的名字 都一样 那么将来 假如说阿同 你就把当前咱们这两个同学 想象成他的名字也一样 图标也一样 我双击这个的时候 比方说 我发了一个 灯灯灯 我发了一个东西 我点了个发动 他就过去了 请问 你觉得是这两个同学啊 假如说啊 前提上 名字和图标 头像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在这发的时候 你觉得是给他 还是给他 你刚刚双击的哪一个 是不是就给哪一个了吧 我自己比较奇怪 为什么我的头像一样 名字一样 他反而给了他 而不给我呢 你双击的谁 就给了谁 为什么呢 一定有一个东西来标记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这里边 不管你的头像是否相同 不管你的名字是否相同 一定有个东西不同 看清楚了吧 这个东西它一定不同 这个东西不同 那么这个东西是谁 那他就给谁 如果你 打个比方 我接下来 我这个数据表示 哈哈 我想给谁呢 192.168.33.71 那么谁是这个值 这个就收到 谁要不是这个值 你百分之百收不到这个数据 那么言外之意 这样的东西就称之为什么东西呢 IP地址 好了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点 什么是IP呢 就是一坨数字 192.168.什么点 什么 这就是一坨数字 这就叫做IP地址 不管是IP地址 叫什么地址 反正它是个地址 Email地址 邮箱地址 请问这是不是个地址 收件地址 这都是地址 目的只有一个 标记给谁 标记谁是谁 好了 那么这个阵容呢 回来了 首先说地址 就是来标记 你这个东西是给谁的 我买了个快递 收件地址是谁 发货地址是谁 我写了一封信 收件人的信息 地址是谁 Email地址 对吧 这个地址呢 不是我的 我只结了个图而已 那么这都是地址 地址就是来标记 这个数据给谁的 那么在网络当中 谁来标记呢 IP地址 那么什么叫IP地址呢 核心点 IP地址 IP地址 像例子这样 什么192.168.1.1 这就叫IP地址 那么目的是干什么的呢 请问同学们 目的是干什么 用来标记 标记网络上的一台电脑 咱们班有这么多电脑 我怎么区分你 我怎么区分来同桌呢 找一个值 这个值 就是192.168.1 这样值 这就叫做IP地址 在网络当中 IP地址 比方说在咱们班里边 IP地址不能相同 请问相同的话 会意味着什么呢 IP地址会冲突 冲突不是说不行 是可行的 打个比方 这种情况下会出问题 我只是说会出什么问题 咱们说东高 大家看着啊 咱们以这个问题为例 你看 咱们初委这个呢 它的IP呢 是什么192.168.33.44 然后咱们森军这个呢 是33.69 你没发现这个 44和这个69 是不是最后这一位数 是不是不一样吧 假如说一样 会导致一个什么结论呢 我发的数据 是给192.168.33.44 那么将来这个数据 数据你收到了 一会他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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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俩是相同 都是不一样 不行啊 你想啊 在一个家里边 比方说你将来 你有了孩子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孩子叫老大 你的第二个孩子 一定叫老二了吧 他不可能都叫老大 比方说老大过来 我给你 给你一点钱 你去画一画一下 两个孩子都过来 这肯定就不行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讲言之 IP地址 就是来标记 网络当中的一台电脑的 而且一个特点 不允许重复 听到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这就是IP地址的作用 那么好了 来咱们看这个图 咱们看这个图 假如说在这个图当中 有人说 东哥这是什么图 其实这是网络的拓谱图 很复杂 很复杂 那么简单来说 这个是一个电脑 它是谁拥有的 你谁拥有的 然后这些其实都是电脑 而这样的是什么 这样的叫做交换机 这个也是交换机 而咱们认为 这个和这个是路由器 而这个以及下面的这一坨 这样的是交换机 这个和这个也是交换机 这个和这个是路由器 那么最终 把一个网络 给它堵制起来了 那至于什么是交换机 什么是路由器 后面我会详细讲 以及它的作用是什么 我会详细讲 讲一讲 你在这个地方 你怎么认为呢 你就认为 我这个地方有个电脑 我这个地方也有个电脑 他们俩想通信 那么 看着他妈 我就立了 他呢 既然是电脑 只要插着网线 你就应该有改期 192.168的 比方说1.1 他的IP是1.1 那么假如说张三的电脑 IP是192.168的 比方说是3.1 假如说是3.1 只要不相同 那么按理说就可以 来 那么问题来 同学 我接下来想让这个李四 发一个数据 想让李四 发一个数据 发到张三里去 你觉得应该怎么发 我想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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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晚上一起 吃饭 我想发这句话 发过去 怎么发了呢 那人说直接发不就完了吗 是 你是直接发了 但是你没发现一个特点 你想给谁发 你是不是双击谁啊 双击谁之后 你最终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呢 IP意思 也就是说 你在飞歌传输里边 你双击的那一下 其实就选定了 对方的IP是谁 请问懂吗 言外这意思 如果我想把这句话 发过去 这是内容 来 content 请问 content翻过来 是不是可以称这为内容了吧 那么我直接发内容能行吗 不行 因为你发走之后 那么尴尬的事情就来了 假如我只是画个图来模拟啊 你这个数据到了他 他到了他了 那么这个哥们就蒙圈了 这个哥们想了 他是往这传了 一个问号 还是往这传了 还是往这传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分叉口啊 他不确定你谁 那么这就晕了 为了保证他不晕 咱们发的这个数据里边 除了有你发的内容之外 必须有什么呢 Dest IP 那这个Dest IP 翻译过来是啥意思 就是Dest就是Dest 就是目标目的 IP呢就是IP意思 这么说理解了吧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用了一下 咱们将来用变量的变量名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你发给谁 发给谁呢 写谁 192.168.3.1 是这么写吧 我明明发的是晚上一起吃饭嘛 但是呢 将来操作系统 即你的Windows 或者你的Ubuntu 你的Mac电脑 为了保证这个数据过去 他前面自己 最经是自己 不用你管 他自己在前面写上IPD字 写上IPD字之后 看啊 我摸一下的 这个数据到了这了 然后又到了这了 然后此时 这个哥们说 你是给谁的 来我简单检查 你是给192.168.3.1的 行 你给他去吧 然后呢 这个设备收到了 这个设备说给谁啊 再检查一下他的IP 就给了他 他又给了他 他接下来说 我给谁啊 根据IP 请问同学们 最终这个数据 从这 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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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 是不是就到了这边来了 这个数据就过去了 好了 那么也就是说 通过IPD字 能够区分 能够标记 这个数据是给谁的 如果没有IP 不好意思 整个世界就乱了 那除了IP能够标记之外 那能不能不用IP 弄个别的东西 不行吗 同学们 我举个例子 能不能用我那个同学 我那个电脑的型号来标记呢 你觉得行不行 这是不行的 对电脑的型号相同的情况下 有很多呀 这是不行的 咱们班里边有很多个联想电脑 有很多个thinkpad 这是不行的 那么只能通过一个特殊的纸 这个纸啊 就是IPD字 那么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好了 刚刚的这小部分了 我主要讲的 点是IP地址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 192.168.1.几 或者三十几 或者是几十几 这样的值叫IP地址 IP地址的作用是什么 在网络上标记唯一一台电脑 只要有了IT 能够标一台电脑呢 那么将来 我再去给谁发消息的时候 我是不是去直接获取他的IP之后 我是不是去给谁 这个数据包很明确 这个信息是不是就过去了 好了 这就是IP地址的作用 来同学们 花两分钟的时间呢 理一下我刚刚所讲解的内容 是什么